四十一帖啊 你有时候会看到 x 会在分母的 那这个叫做分式方程式 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把它移到上面嘛 怎么移 同层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就大家同层 x 乘上 x 减一就好了 好 所以这边同层 x 乘 x 减一 第一个人会称 x 减一 再加上后面那个人会叫做 x 那1也要乘上 x 乘上 x 减一 ok吗 还蛮简单的地方 所以这里就会变成 x 平方右边哦 减 x 那这里两个再往右抛 会减掉 2 x 减一丢过来是加一 等于零 所以 x 平方 减3 x 加一 等于零 ok 好 所以当你把它同层 x 乘 x 减一之后呢 就可以变成 x 平方减3s 加一 但今天我要说的是 a 跟 b 都是这个方程式的两根 求 a 平加 b 平 你当然可以把 a 算出来 b 算出来 也就是 x 套公式解 去算出来 可是 题目有点丑 所以会有根套 所以你平方再平方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根与系数 ok吗 好所以你看哦 a 加 b 就等于负的 a 分之 b 就叫做 3 a 乘 b 就叫做 a 分之 c 叫做 1 那我就把 a 加 b 括号平方展开就好了 这个叫做 a 平加 2 a b 加上 b 加上 b 对不起 所以 a 加 b 3 3 3 得 9 这是 b 平 所以他就等于 a 平方加上 b 平方再加上个 2 所以丢过去 a 平方加 b 平方 这一体就会叫做 7 好用根与系数 这一体反而用根与系数才是好算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所谓的应用问题就是你有很多工具 那你到底要怎么做才会漂亮 这是你练习中要获得的